學校方面有些老師是面對現在這個所謂修例的風波 他們已經開始幫人灌輸了一些修例負面的知識 而對一些正面的消息全部都不會教授給學生 這種這麼偏頗的教育制度是令我對香港很失望 我有兩個女兒現在都還在讀書 在讀小學 我是很擔心她將來在香港繼續讀書 就會受到現在這些風氣所影響 成為一個暴徒 作為父母是不想自己的子女會成為暴徒的 我本身是從事一個教育的 亦都是一位17歲的小朋友家長 學校欺凌的事件我亦都見到很多 當你不出去示威不去遊行的時候 他們亦都會遭受到一些白眼 作為家長見到小朋友在學校 真的被人欺凌的話你都會不開心 就希望在校園 譬如我們的小朋友去學習的時間 即是學習知識 不應該去談派政治 而老師亦都不應該去顧書他們本身自己的政治天向 去著洗腦 去著洗腦 今天帶小朋友來參加活動 主要就是不想小朋友受洗腦 因為現在很多教育的教材 都偏離了一些事實 我覺得他們在圈驗一些反中國的思想 我覺得這樣是不對的